不得不说,李嫣不仅遗传为王妃的那份自信和淡定,连举手投足间的那种感觉母女俩都十分神似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你看看下面这张照片,就能get了。 这是昨天,李亚鹏带着女儿游玩大力时,被网友拍到的画面。 网友透露,昨天有李亚鹏、李嫣、导演张阳等一行人,都现身于大力次集结室。 据悉,是李亚鹏在大力投资了新项目,所以带着大家过来考察,而李嫣就正好陪着父亲一起过来,顺便旅游一趟。 父女俩坐在椅子上休息时,李嫣掏出了手机玩耍,虽然她只是很安静地坐在那儿,却很吸引眼球。 一眼看过去,她跟同龄的小孩就很不一样。 李嫣穿着简单的运动外套搭配牛仔裤,头发硬随意披着没有打理,加上她又翘着二郎腿,感觉整个人就有懒又随性。 这一点,是不是像极了王妃? 前段时间,李嫣曾也拜着李嫣去了一趟大理。 当天,李嫣的穿着仍然紧约地就随性,黑色紧身上。 一搭配高腰牛仔裤,整个比例真的太好了,尤其是一双大长腿让大家十分羡慕。 网友都说,人家十几岁的姑娘,都比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气质要好,哭了。 一路上,李嫣都和爸爸手牵着手,感情十分要好。 加里嫣偶尔一个不经意的动作,又让谈子惊开了,她不管是走路,还是轻轻抚一下头发,怎么都那么像王妃啊,总是飘来一股高愣感,但又足够吸引人。 还有李嫣蓬带着她现身机场时,被媒体拍到的照片。 李嫣蓬看到有记者走过来,她以为像是一,而李嫣完全就是一种懒得理你的架势,这也不是说她没礼貌,而是一种你拍吧,我玩我的记事感。 这种冷冷的高傲感,又跟她妈很像不是吗? 偶尔,李嫣也会回应媒体的镜头,不过她摆的姿势,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,仍然很高冷。 有网友那么十二岁的小女孩,怎么就能有一种真厚的气场呢? 真是奇了怪,只能说,谁叫她妈是王妃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